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開放資料 這個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你點擊進去就這個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練習更新的 其實應該是要抓最新的版本 可是如果假設我們也許先用 我是把那個之前的資料拿來用 如果你想要抓最新的這邊有個CSV 你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資料就最新的 好像一直更新到今年吧 112年的這個最新的資料 然後它裡面的話 除了說台北市住宅切到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 好像還有包含什麼汽車切到 還有機車自行車 甚至是什麼街頭搶奪等等的 一堆的相關資料 網路上非常多 這個是政府開放平台 裡面的話其實你們如果要練習的話 這邊有這麼多分類 如果假設你們自己有興趣 甚至可以下一個關鍵字 裡面應該會找到蠻多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用的一些相關資料 但只是說因為它提供的是一個原始資料 這個原始資料 如果你不懂的統計分析的話 你根本不會去拿來用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簡單的統計分析 我覺得一次有就夠了 有沒有 就像我想知道那個什麼 到底那個治安有變好還是變不好 這個其實大家都想關心 對不對 還有呢 比如說我想要購屋好了 我應該買在哪一區比較好 對 不過現在買台北市真的應該買不起 沒有啦 假設以後會有可能那個房價會有跌了 不過這個可能 不管 反正我們如果想要把這個訊息得到答案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年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抓到前兩個字 也可能前三個字 那當然啦 如果只有這個100年以後的話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怎麼辦 是不是直接把前面這幾個給刪掉不就好了 只要抓兩個字 當然不行啦 如果資料這樣的話就不精確 所以怎麼辦呢 我想到的方法啦 就是怎麼樣 用那個算它裡面的長度 所以你可以插入那個什麼呢 文字裡面的那個LEN 那你用LEN算什麼呢 算它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假設說呢 這裡面有六個字的話 那我應該取幾個字 因為年跟年月日嘛 所以月跟日的話 理論上那個它就佔四個字 所以也就是它總長度 反正不管它六個字呢 我還是減掉四個字 我如果是七個字呢 我還是減掉的話 減掉還是減四 減四的話指的是月跟日啦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 假設打勾啦 你會發現這裡面的話 就可以得到它應該取的數量 有沒有 這邊兩個字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前面黏的部分是兩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有這個訊息的話 我再把這個資料 把它放到那個LAPS裡面 再取得要幾個字的這個訊息 所以我再插入那個LAPS 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的字數是貼在這裡 Number Chars幾個字 然後呢 把前面的資料呢拿來用 但是你會發現 它其實原來的資料是數字 經過LAPS之後呢 其實它變文字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會靠左對齊了 然後這個很正常 因為它這個是文字函數 OK 那向下填滿 好 那你說需不需要把它轉成數字啦 其實這裡的話呢 以 歷年切到這個地方好像失誤不用 OK 不轉也沒關係啦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清缺 應該是要把它轉換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要把它轉換的話 也許在這邊加一個Value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把文字再轉換成數字的話 那你就外面再包一個Value 打勾一下 那這個時候它馬上看得到 就是它會靠右對齊 它是數字 OK 好 那假設年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統計什麼 統計就是說呢 到底從104年之後的那個 切到案件的數量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減少 那請你幫我畫個折線圖 讓我比較清楚知道 那要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 所以喔 第一個公式是 我用了LEN-4 然後再利用LAT去取得 它的民國年的部分 那最後我再用Value的部分 把它轉換成數字 這樣會比較精確啦 因為年的部分 我們假設把它當成一個數字來看待的話 那如果有這個年之後的話 第一步 所以第一個step 取得民國年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在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時候它會框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對不對 應該理論它是對的 不過區好像 目前沒資料不管 反正不影響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讓你做樞紐分析 那你只要把 因為我們目前只要把 統計的是年 所以你只需要把年拖拉到列 它就幫你把它做群組 也就是移除重複啦 有沒有 留下什麼 留下不重複的那個年份的部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它再拖拉到值的部分 這個拖拉到值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加總 欸 你想說加總好像怪怪的 我們不是要加總 我們要算到底那一年的發生的數量 而不是加總 OK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值 這個箭頭 點一下 把這個地方的值的欄位設定 改成項目個數就好 幫我算一下 到底 每一年它發生的數量的比數是幾個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是類似像那個 函數裡面的叫count count if 我看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你會算出來了 哦 78年 不過很怪 這個怎麼跑出78年的資料 然後呢 到103年以前怎麼都是個位數 顯然是這個資料應該是物質 OK 多出來的 那還有呢 到108 108好像不完整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統計有效的範圍 理論上應該是104到107 所以這個資料裡面有一些是不需要的 有一些是需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留下需要的 剔除掉不需要的 很簡單 然後發現列標籤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篩選 篩選的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把不需要的那個年份打勾取消 比如說我們算他到104好了 所以103以前都把它打勾取消 那108我覺得好像資料到8月好像不完整 所以這個拿來比好像不太精確 所以我把它暫時打勾取消 就留下這4年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喔 看得出來呢 這個數量好像有越來越低的感覺 所以總數量好像留下來是2150筆的資料 所以最後的話呢 當然喔 我如果要畫個這個折線圖就很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104到107畫個折線圖喔 你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點選他之後喔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你要畫什麼圖了有沒有 記得喔 如果假設你沒有看到這個按鈕的話喔 你可以再切到分析這裡 因為他是放在分析這個頁面 在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你找到折線圖 那我希望呢 畫出一個叫 我們比較習慣是 含有資料標記啦 就是有那個點的這個 這個折線圖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這個圖就畫出來了 那一樣我把它放在第二這個喔 然後他會拉寬一下下 OK喔 大概把它稍微調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喔 欸馬上一個圖就出現了 那當然104年喔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柯P康上任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這一年 我不確定 我記得好像就這一年喔 好像隔一年的那個切刀案件 有上升的趨勢耶 所以可見的喔 是不是剛上 新冠上任沒有三把火 反而是因為 不太熟悉業務 是不是讓那個切刀案件增進 可是隔一年 欸他好像慢慢熟悉了 所以一直有往下走的趨勢 有沒有 欸 看起來好像 進入加進的感覺 不過啦 因為這個資料 可能比較舊一點點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們想要知道最新的後面 其實還有嘛 他好像 統計到一百一十二年的資料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喔 取得最新的 你可以從這邊連結點進去 如果你假設要最新的啦 其實應該取這個才對 CSV 有沒有 CSV這邊就可以下載了 這個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應該是更新的 這個資料應該是從一百 欸 對 這個 這個資料有沒有 他好像前面錯的資料就沒有了 Ctrl向下 欸 對 他到一百一十二年 七月三十一號 沒有嗎 欸 還有九月的 所以可能 我看他上面應該有敘述吧 他是取到什麼時候的 這邊應該有啦 九月二十二號 所以應該到九月二十二號 應該就還有資料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重點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切回來 OK 剛剛第一個 我是利用那個 插入一個年的欄位之後 然後先利用LEN-4 再把它放到LAT 去取得年的部分 最後我是希望把它變成一個數字 所以前面加一個VALUE刮弧 記得把它轉成數字 再來就是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邊插入樞紐分析表 跳到這邊之後的話 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可是問題 他預設應該是加 是加總 不對 應該要把它改成項目個數 再來的話呢 你就利用那個列標籤這邊 把你不想要顯示的那幾年打勾取消 有沒有 然後最後會繪製出一個折線圖看看 應該OK吧 動作有點多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中文字幕——YK